陆大人 我能见见他吗 陆大人 陆大人 这是回家还是去武德斯 陆大人 你猜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大概在想我胆子挺大的 陆大人 我能见见他吗 教练 对不起 我回来晚了 你一定饿了吧 我记得 你原来喜欢吃 曹家的特色 上次你说过好吃的 金鱼特地给你带回来了 你尝一口 放我出去 他们家呀 开得晚 我又怕 逼迫精肉 会让它做得不好吃 所以 我就等了很久 你不会是等饿了吧 来 你吃一口 很好吃的 我知道 你想知道陈国公的事 他被陛下判了谋逆之罪 待他押解回京之日 便是他受死之事 谋逆之罪 怎么可能 没什么可不可能的 人死了 这些东西重要吗 陈国公独揽北地的局面 已经不在了 以后的天下 是陛下一个人的 北地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 是天下百姓的 不重要 随他们去争吧 与我们也无关 来吃一口 不然就冷了 不好吃了 你放我出去 你吃一口 吃一口再说 九龄 我是你的夫君 你应该叫我云奇 你这一辈子都别想得到我 你让我觉得恶心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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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么样 我都是你的家人对吧 我能保护好你 我以后一定会护你周全的 出去 你看你都饿瘦了 你吃点吧 那你吃一个香 好吗 我让你出去 别生气 你 对了 九龄堂那边 为了护你周全 对外说你回泽州了 还有宁云昭 他今天居然问我 能不能来看你 你说可不可笑 我知道 宁云昭喜欢你 而且他不只喜欢你这个人 喜欢你这张脸 他还透过你的外表 看到了你的灵魂 果然 读书十字的人 就是比我厉害 果然 跟整个老外表 一回快 吃太扭,吃太扭 吃太扭 尽码 店 吃太扭 看 吃太扭 可以吃太扭 吃太扭 吃太扭 吃太扭